大樂透的這個中獎機率總共57個七頁 然後從2019年的12月10號 12月10號剛好就是前天嘛 OK 開出這些號碼 OK 所以每一期你會發現它那個有個規則性 好像三天四天 它是不是三天 大概幾天就開一次這樣 那我們把它按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又移到第一期 第一期的話就2004年的1月5號 也是一樣七個號碼 所以我們是特別號 然後六個號碼 那很快的話 總共就是有1696筆的資料 很快的就幫我把它撈下來了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真的還蠻好的 如果說你將來還有更新資料的話 像這邊是有更新的資料 那其實就可以把舊的砍掉 然後再把它重新下載一遍 其實就馬上又有新的資料出現了 OK 所以其實這樣來抓資料 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根本不需要塗保鏈鋼 也就是說以後你的工作 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做過一遍之後 就不需要再重複做 這個概念其實也還蠻重要 我的話我發現 我覺得每天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那不是很累嗎 你不會覺得很無聊嗎 OK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一勞永逸的 這個島是需要思考的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 把程式給撰寫出來 包含就是這七段 那最後把它組成 整合的這一段 用call的方法 那總共就八段程式 八個sub其實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不過最後當然我們把資料抓下來了 可是其實我們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主要的目的是做統計分析 有點像把那個什麼 之前是樂透彩的101年 跟102年的機率 然後算哪一個機率最高的排名 可是我們今天是大樂透 大樂透的規則 跟各位講一下 跟樂透彩第一個不一樣 就是它號碼到49號 第二個的話 特別說它號碼是到49號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兩年 我們是全部 所以就不用分 所以直接怎麼 拿這個統計分析拿來改好了 也許我拖拉加感受鍵 把它複製一下好了 OK 那也許這邊 把它改成統計分析 瓜糊這邊叫什麼 大樂透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改哪些地方 乾脆這個就不用 地擺 這個核氣也不用 這兩個其實可以把它刪 這兩個藍刪掉 OK 那排名 重新等下再改 OK 那號碼的部分的話呢 到49號 所以你可以把4142選起來 然後向下填滿 它會自動怎麼樣 因為它選的那兩個會有個等差嘛 兩個相差1嘛 所以你向下填滿 它又會自動幫你把底下到49號全部完成 那接下來我要算那個重獎機率的話 其實一樣可以用conif 所以其實conif非常好用 但問題我要conif的範圍 特別是就 其實這個可以挪用 就不是開箱101 而是什麼呢 而是大樂透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什麼 1 先把什麼 工作表2 我剛剛這個範圍 的這些號碼做什麼呢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做什麼呢 把 跟正一下 應該不用選到日期 把這些號碼有沒有 全部選起來 這些號碼就是 我要統計的範圍 包含特別號到1到6號 所以游標先放在B2 Ctrl shift向右 向右向右選 Ctrl shift向下 向下是向下 就是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選起來做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定義成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大樂透好了 記得應該還記得我做過定義名稱 把Enter 這個範圍以後就叫做大樂透 有沒有這個範圍以後就叫這個 我們就不用選了 不然的話等一下跨過來 再去選這個範圍 其實倒還麻煩 所以呢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邊做什麼 本來叫開獎101 那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按F3 把那個大樂透調過來 幫我算算看 大樂透的1號 開出來有幾個 然後呢 再去除以什麼呢 大樂透裡面呢 全部的號碼數量 除以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按打勾 他的機率就算出來了 然後把他向下填滿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就不是101年 其實就是機率就對了 大樂透的機率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做什麼 排名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呢 就每個每個 但這有高有低啦 一萬次出現的次數 OK 一萬 太高了一點 萬分之多少 大樂透 這個號碼裡面出現 1號的次數 OK 然後 我們count大樂透 大樂透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 所有的次數 除以他 OK 好 看公司應該沒問題 可是機率為什麼這麼高 好 當然再來的話 就是做那個排名 排名的話呢 就是rank 我們 我們根據什麼呢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喔 Rank EQ 一樣嘛 我們插入函數 然後把這兩個先刪掉 一樣用這個 我的機率 所以LUMBER是它的機率 REF是參考範圍 參考範圍就是底下這個機率的範圍 Ctrl Shift 這個範圍 等一下要向下 向下拉 所以這個範圍 固定的 所以記得按F4 或者再逼 這個2 跟 這對加錢 因為等一下要向下拉嘛 前面這個要變嘛 因為換下一個 這個範圍不能變嘛 所以呢 馬上就要算出排名了 然後向下點滿 再來前期名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用什麼 前面講過的那個程式 把它修改一下 就可以列出前期名了 這邊 所以看得出來 8號 8號放在這邊 也許 你有把前面那個 前期名的程式拿來做修改 就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把那個你上個禮拜做完的 這個結果 先 看到應該長這樣 OK Ctrl向下 有沒有 1697 如果你長得跟我一樣 表示是OK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一個範圍 特別號到第六 這個範圍 CtrlShip向下 第一個名稱加大樂透 利用它怎麼樣 利用統計分析 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真的機率 它的機率是中獎機率多少 好 然後再來算出排名 待會我們再來看前期名 換名